嗨,欢迎收看本期的最有感觉 大家可能还记得,前几年受到各种自然灾害加上福岛核电站的泄露 导致日本经济大受打击,旅游业就是其中的重灾区之一 就连日本本土居民现在也很少靠近东边的海岸线 因为源源不断的关于辐射的消息从各个渠道传来 一开始造成了不少影响 后来为了防止自然灾害以及辐射的二次三次影响 日本在不少城市的海岸线筑起了超过15米的高墙 有些者戏称啊,只怕是要抵挡海贼王中的巨人族入侵才会这样建造的吧 但大多数群众当时收到舆论的推波助澜 却是很支持建造这样的巨人墙 相信可以把那些灾难举至门外了 但当他们发现巨人墙并不是他们想要的保护伞的时候 已经是巨人墙竣工的那一刻了 不少海滨城市担心这些墙会影响旅游业 来自日本中部的游客表示 以前我们和孩子们一起来到这里 享受着美丽的海洋和海湾 现在甚至连一点当年的痕迹都没有了 我们只能从墙洞看到海洋 更有在灾难中失去家人或者事业的市民表示 他们把我们完全不想要的东西放到了优先考虑的位置 然而事情逐渐发展 却出现了令人意想不到的神反转 不少看惯了海滩的旅客专门来到这些海滨城市 与巨人墙进行合影和拍摄 导致一时间巨人墙从防岸旅游业变成了标志性的景点 但并不是游人觉得这些混凝土饼干有多好看 而是每个人都知道这堵高墙终究会被拆除成为历史 巨人墙更像是日本人自己对自己的讽刺 而游人来到这里则像是一个观众一样去看巨人墙了 发现更多旅行趣闻请关注最有感觉 杨阳和你不见不散呢